今天和大家去這個機場風凌徑 可以在東沖站搭巴士搭S1 或者在東沖站的B2B出口 跟我上次那集去觀景台或者看櫻花那集 其實去到這個觀景台下車繼續向前走 就是這個現在這個風凌徑的地點 如果搭S1來 你就可以在這個飛機燃燃副落車 如果你在這個落車其實第一個站你要走對面 落車車向後走走對面 如果你有心機坐在這裏的話 坐到尾二那個站又是 它就循環的 去回這裏落車 落車就繼續向前走 都是向後走 向後走就會到達這個風凌徑那邊 我在這個機場燃燃副落車之後向後走 走過馬路因為我在第一個站下車 那麼就走過對面 例子 Canada 去時停車 然後第二個站下車 而我真的騎可以做出修圍的 喔 那邊 從北求 很快就走到封铃境那邊 在我左手邊的高樓大廈 高座和矮座 我們在前面有國泰城 現在我們先進去古曉公園看看 其實沒什麼看的,只有古曉公園 看完之後我們出來 左手邊去古墨公園 裡面也有些展覽 以前是用來開路 發掘工具 只有幾張椅子和藝術品 在前面的右手邊 看完之後我們出回古墨公園 就會看到很多風鈴木 大概有200多棵 我去到今天,可能昨天很大風 所以都吹了 可能已經過了時 過了花期差不多 但也看到有幾十棵的風鈴木 我拍攝了給大家 如果大家明天來 我們還可以看到 今天就是3月2日 我會拍攝一下 然後我們只要截在鏡頭 希望可以把鏡頭把鏡頭打出來 我們頭把鏡頭打出來 看看鏡頭的鏡頭 然後走到鏡頭 像是 veg燃物 那些鏡頭和貼蹄 然後走到我的鏡頭 上手拍飛機給大家看看 記得訂閱香港背包 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